2002年的夏天 香港古玩市场上出现了一件不起眼的青铜器 由于秀势严重 看起来像个破旧的青铜饭盒 因此无人问津 然而就是这个看似普通的饭盒 它的出现将揭开中国几千年前 一段神话传说的真相 保利艺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无意间发现了此物 仔细查看 在器物底部铜锈掩盖下 隐隐约约还露出了一些名文 众所周知青铜器上有名文 它的价值将更加重大 因为这些古老的文字 有可能给我们传递出 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最后保利买下了这个青铜饭盒 带回了北京 并邀请了清华大学青铜器鉴定专家 李学勤教授鉴定此物 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不起眼的饭盒 一下子就吸引了李学勤的注意 李教授一眼便可以判定 这是一件真品 碎公徐 它叫做徐 本来用来盛放 鼠 祭 盗 梁的礼器 全套的花应该还有个盖子 不过这件徐的盖子丢失 从鬼变化而来 自西州中晚期开始流行 居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 这件徐通高11.8厘米 口横24.8厘米 随方形 直口 圈足 腹 微骨 瘦手 双耳 耳圈内似圆弦有圆环 金已失 圈足正中 有肩阔弧 行圈 气口炎是凤尾鸟纹 气腹是瓦钩纹 通过口炎的凤鸟纹 专家确定它是出自西州中期篇晚的一个碎国国君 碎公所著 所以被称为碎公许 大家最好奇的还是 许底部记录的名文到底写了些什么 李学勤教授将名文开头几个字一读 已经非常惊讶 解开下朝密码 这件名文开头为 天命与夫妥 随山俊川 在中国历史文献中 关于大宇的名文记载非常罕见 随后 李教授破译了名文的基本内容 这件碎公许上 刻着98字名文 名文内容一出 在中国史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名文记载了大宇 利用薛平山岗堵塞洪水和疏导河流的方法 治理了洪水 后面则是论述了一些为政以德的内容 其中也提到碎国是宇顺之后人 大宇治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 宇是夏王朝的第一代君王 但是近百年来 史学家一直在争论 距今四千年前的大宇 是否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尤其是一些外国史学家 更是认为中国所提五千年历史过于夸大 这件碎公许上的名文 证明了早在两千九百多年前的西州 人们就已经在广泛传送大宇的功绩 在此之前 关于大宇治水最早记载是战国时期 而现在这一件西州中期后段文物出土 则将大宇治水的文献记载 一下子提早了六七百年 同时碎公许也为解开中国历史上古之谜 提供了确凿的文献资料 最后让专家惊喜的还不止这一点 李学勤教授发现 碎公许上关于大宇治水的文字记录 竟然与儒家经典文献上书上的语句 惊人的一致 早在之前 对于古籍上书的真伪都是很有争议的 如此一来 至少证明上书中 关于大宇治水的语共篇等文的真实性 这件碎公许对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遗憾的是 关于其到底出自哪里 是否是盗墓贼从哪座碎国国军墓中盗掘而来 这座墓葬如今在哪里 一切都已经无从得知了 这座墓葬